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二話不說我今天突然看到這個東西啊 我就想跟大家聊一下 因為我之前有常說到印度這個地方嘛 那在航空業的時候呢 大家可能會聽到很多人去印度啊 怎樣怎樣的 那我自己有表態我自己印度的那個嘛 那上次周明軒也有說嘛對不對 今天呢就有另外一個人 來說他自己的觀感 印度之安會很亂嗎? 要看你自己的定義是什麼? 如果我是女生的話 如果我是女生的話 我覺得是不是很好 尤其是身形如此貌美的女子嘛對不對 來我們先看一下 一到機場 走出機場那個大門 你就會發現門口擠得滿滿 啼啼啪啪啪 擠得滿滿的全部都是人 你就要一出機場 啪! 撲鼻的惡臭啊! 那我自己是聞不到臭味啦 你們都知道我這個問題吧 我自己都聞不到臭味 印度機場有這麼多 你是不是以偏概全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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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相信我我肯定是飛過 德里 青奈 東北 幾個大機場 全部都是飛過 那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他講的是確實 就是你從來沒有看過出機場 可以站這麼多人在外面的 到底在幹嘛? 極多人喔 他那個感覺是要去排一個什麼 潮鞋的感覺 一個角度你躲得過這個臭味 我不騙你我真的沒辦法想像 當街都可以看到 男生喔 蹲在路邊 X 出機場開始 你就會聽到那個喇叭聲 叭叭叭叭 那個喇叭聲是24小時 印度很多事情是你沒辦法用現有的姿勢 嘗試去理解 那我現在跟你們講一下青奈啦 青奈這個城市呢 我覺得算印度裡面還很不錯的喔 因為呢我很常飛青奈 我就喜歡飛青奈 因為我覺得飛機上的客人 可能出去的班機是晚班 然後飛機上的客人比起印度的客人其實算不錯 我寧願工作做到死 我寧願服務你服務到死 我也不想服務 新加坡人 或馬來西亞人 甚至是台灣人 就是那種問題一大堆啊 然後又要跟你吵架啊 我寧願服務印度人 我也不願意服務台灣人 馬來西亞人跟新加坡人 不知道我就不想啊 所以我就去飛印度班啊 所以我覺得青奈算是真的是還好的 那印度呢 我跟你講 印度每一個機場 一到機場 走出機場那個大門 你就會發現 這個真的是確實 我告訴你喔 這個是確實 旅遊到這麼多國家 我發現 落後世界的國家 他的機場門口一定都有柵欄 有警察有柵欄 有 我跟你講 外面就是有警衛有柵欄 而且如果你不是登機人 你是進不了機場的 你要給他看boarding pass 你才進得了機場 我也不知道他們擠在那邊是什麼意思 像你們在 什麼小港機場啊 桃園機場啊 你們自己都是可以走進去的嘛 但他們是不行的 他們是圍起來的 所以你別想進去了 我不知道現在是怎樣 但是 他所說的 跟我所見的是一樣的 然後呢 待會兒給你們看幾張照片 你們看到那公車 上面坐人坐成這個樣子 車子不打 他後面還有講一個 喔對對對 四五度傾斜這樣開也是 就是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像我們一定都是找 飯店的司機 如果有出去的話 但我出去也是只會跟 阿姐他們有約 然後我們就說好 我們一起去吃東西 真的我不胡你 車子就是這樣開喔 這樣開 還比那個香港那個小巴 紅色小巴還牛皮喔 那個轉彎的時候還牛皮 印度很多事情是 你沒辦法用你現有的姿勢 嘗試去理解 印度人開車很厲害 他沒有照後鏡 他可以開 但是他沒喇叭 這車不能開 他的 摩車 沒有照後鏡 他還可以開喔 完全不知道在幹嘛 因為路上很亂嘛 騎三輪車的 騎腳踏車的 騎嘟嘟車的 骨架都怪 攤掉的 公車的 什麼怪車的都有 都亂擠 擠成一團 但是路上喔 只要有牛在那邊走 這個很奇特 我也是現在他講了我才想到 確實 所有人都離得遠遠 只要牛 要過馬路 所有車停下來 沒有人會侵犯這條牛 只要一條牛 在路上被撞到 我跟你講 所有車子全部停下來 所有人幫那條牛 印度突兵是什麼樣 印度突兵是把死人 直接扛在路上走 他在扛的人扛去哪裡你知道嗎 他扛到河邊 橫河邊 放水流 你到泰基馬往後面河上看 河邊就有人在洗澡 河上 你就可以看到屍體在那邊跳 撈著那個 腐屍旁邊的水就在那邊刷牙 就在泰基馬盤你也看得到 我在印度喔 我連頭都不敢洗 這個東西呢 我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對我來說是沒有什麼影響啦 原因是 基本上呢 我的印度班通常都是三天班 晚上出去 到了 隔天就要回來了 因為我不洗頭的 我也不在那邊洗澡的 所以我沒事 但是呢 下飛機的時候 我們會有很多的空姐 他們就會裝飛機上的水 自己帶下去 要刷牙 洗臉 或是幹嘛的 因為他們會覺得水土不服 所以呢 對我來說 我從來沒想到這是一個話題 我也從來沒想到這個會有一個問題 所以對我來說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我當然 我喜歡 我很喜歡印度食物 Chicken Tikka 最喜歡的是 Lambriani Lambriani是我最愛的 我特別喜歡他們的Num 我喜歡的 但是這個跟我 洗不洗頭 洗不洗澡 又不用印度的水 有沒有問題 都沒有關聯喔 那對我來說 印度的水是沒問題的 我吃了就是沒問題 他們 很多吃了 他們下去之後 即使在飯店吃早餐 直接 腸胃炎 所以我還是覺得看個人體質 因為可能我自己的體質比較髒 就是我就是一個Tiger Inna 所以我沒事 比較乾淨的人 就沒有辦法 因為我自己完全在印度沒有這個問題 我吃他們的東西啊 我好愛去吃他們那個早餐的Buffet啊 然後我去他們外面喔 就跟阿姊他們 我不會單獨出去 我跟他們出去的時候呢 吃那個當地的東西 我還外帶喔 我只能告訴你們 有一個東西是最浪漫的事情 那時候我是去夢買啦 我們住的Hotel就是 特高級喔 然後我就非常非常喜歡 他們的那個Lambriani 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Lambriani喔 然後我覺得他做的超級好吃的 所以我做的人生中 數一數二浪漫的事情 那時候呢 我就帶了 印度大全餐啦 我就打包好 然後上飛機之後 我就放在冰箱裡面 因為飛差不多六個小時嘛 我就是六個小時的UberEat 然後到了之後呢 趕快擺盤 喔 把它熱一熱 用的漂漂亮亮的印度風氣 然後男朋友回來的時候 就說 印度帶回來的 外賣 也太感人了吧 完全 你吃的就是印度的風味 而且是六小時前 剛帶回來的 你不用到那邊 你都吃得到 沒有 他吃完沒有怎樣好嗎 他好好的 所以我覺得啦 你水土浮不浮 這真的是看你自己的體質啦 我們飛ER賊嘛 載體各級 從風流一個走道 空腹魚就拿DTT 左手一罐 右手一罐 從前面 走到後面 喔這就是我 這就是我 下印度一定要噴 所以呢 我們會先跟客人講說 喔我們要噴囉 然後於是我們也不管人家 我們就直接拿起來 就 一路從那個經濟艙 然後走走走走走 走到那個 廚房 然後再 再噴回來 不是噴效滅章 是DTT 有時候我們在登機耶 在登機耶 客人邊在 機艙裡走 公園那邊噴 然後DTT就直接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不會我們不會 他形容得非常好 就是兩隻手 我們穿著 然後我們就這樣拿著 然後兩隻手就這樣 然後再噴回來 沒錯沒錯 確實確實確實 我自己都被噴了 你看 我不是好好的嗎 不是我要噴啊 這是規定啊 非印度就是有這個規定嘛 它是規定 所有零零種種 你們聽到的看到的 包含大老今天講的就是這個樣子 他講的就是這個樣子 沒錯 而且講的非常的細緻 就是連我自己啦 都沒有想過這個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我只是覺得 對我來說是一個奇遇 就是我的經驗而已啦 就這樣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 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 OK